欢迎收看PippleWebcast Pipple公民新闻平台今年第一场的踹拍 我们特别与屏东县爱乡协会 屏东县青年学院共同合作 带领公民记者到屏东市 探访全台湾最具规模的飞行聚落 台湾的老旧眷村几乎都面临了改建潮 这里的建筑在地方团体的努力下 有许多都被登陆为历史建筑 整修后结合文创 以不同的面貌重新出发 让到访的民众可以认识过往的故事 位在屏东中山路旁的从仁青春 在日治时期是飞行聚落 保有全台最具规模的日式宿舍群 战后国民政府将其转为空军眷村 但在近几年却也面临到眷村拆除的危机 好在有屏东爱乡协会和眷村居民的努力奔走下 目前已有134栋登陆为历史建筑 我们是希望说在整个这个保留计划之下 能够有更多的公民参与 意思说大家能够去知道说这些规划背后 他是希望怎么做 而不是说等规划出来之后 大家好像就是直接是接受这样 那当然这些房子留下来 这个过程里头有非常多的故事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故事 它能够重新背在这里 有一个空间或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被说话的 看到自己从小居住的房舍成为历史建筑 眷村二代子弟叶庆园十分开心 但在眷村重建的过程中 却发生误差原有日式建筑的情况 因此叶庆园想出好方法 来帮助施工单位辨别建筑构造 现在在老家这些建筑的构造上面 都有贴很多黄色胶带写黑字的那些标签 就是为了让人家知道说 这个以前是日本时代的什么样的建筑的构造 然后同时一个功能呢 事实上那个后来在这边 可能也是做建筑物 拆除增建防射的那些厂商 那些工程人员 或是修复的时候 要注意到这个 就提醒他们这个是原来日本时期的东西 不要不小心拆到这个东西 紧邻着一条街的陷光石村 也是公民记者阿Ben的家乡 在几年前搬离眷村后 把心里的不舍 转化为推动眷村文化的力量 对眷村未来的规划有更多期待 我本身是住在这里的陷光石村 那陷光石村呢 在过去一两年来 也经过大家的努力 也被登入为历史建筑 那这个登入为历史建筑之后 我们是文化保存 那保存完之后 我们怎么让它自给自主 或者未来的发展更多 所以我们就想说 因为陷光石村就在宪兵队的旁边 我们想说未来是不是 陷光石村可以来作为一个 宪兵的一个文物馆 把宪兵的相关的文物 还有宪兵的一个 在社会上正面的力量的 收集起来 也当作全国后备宪兵的家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和平东爱乡协会 共同举办踹拍活动 由眷村子弟叶庆元 带领四十几位公民记者 认识自己从小居住的眷村 共同关心眷村保留议题 珍贵的眷村历史建物 正慢慢回复原本的面貌 但居民期望 眷村未来的规划 能多加入眷村文物 及眷村影像 让外地游客 能感受到眷村的生活样貌 更加认识眷村文化 这一次的屏东踹拍 有一点很特别哦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吗 导览的两位 也正好都是公民记者哦 一位是公民记者Nature23 一位是公民记者阿伯 他们原本互不认识 先后加入PayPal公民记者之后 才发现哇 原来他们的老家住的那么近 他们也共同投入了眷村文化的保留 这也算是一段美好的缘分吧 而又他们带领公民记者 导览整个飞行聚落 感觉也特别的亲近 位于屏东市的屏东飞行场 是台湾首座机场 伴随飞行场而建设的飞行宿舍群 则是全台最大的空军建筑聚落 在飞行宿舍附近 还有宪兵宿舍群 共同形成屏东市区的眷村聚落 近年来 屏东县政府为了活化超过71栋的 限定历史建筑空间 透过文化创意与精致美食等方式来经营 希望为地方带来新的风貌与经济价值 台湾眷村的行程 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它是民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轮廓转移 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型 被迫心当中的特殊产物 以前是我们的家 再更早也是日本人的家 后来也是我们来了之后 我希望这个之后 推动作为 让仙光石村推动作为 仙兵的文物馆 成为全国后备仙兵的家 甚至是全国大家的家 我们有一个历史 一个记忆在这边 在在屏東的重林新春和在新新春 原本是日本时代 日本军队的宿舍 前后 国民政府来台 变身军官在这站的地方 近年来 贯川的改建下 这个地方差一点就让人贴到 在在地团体 屏東要向协会的早上 有不少的建物受到保留 这也是台湾贯川建物 保留最多的地方 屏東市拥有台湾史上第一座机场 屏東飞行场 过去是全台最具规模的飞行聚落 从2010年 眷村改建开始 到2015年国宅完工之后 目前屏東市现存的140栋飞行宿舍群中 有134栋已经登陆为历史建筑 他们那个什么 退出伦敦海军接受条约之后 他们就整个 屏東飞行场 扩生成立军第三飞行团 一个团的那么大的一个组织 所以他们要盖更多人 更多房子给这些人员居住 Piplo平台举办TriPi活动 就是希望和大家一起认识地方议题 也分享拍摄报导的经验 我们下一场的TriPi 将在4月28号举行 地点在苗栗竹南的温内社区 欢迎大家一起共享盛举上网 报名参加哦 Piplo Webcast 我们下次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